哎呀陈平啊陈平啊陈平啊 现在我跟大家说说这个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伽利略吧 简单的说呢 就是科学在中国没有价值 或者说技术在中国也没有价值 我在这个说这个建筑 说这个武器 的时候说过这个 建筑在中国的价值就是房子 中国没有教堂啊 哪怕这个神庙佛庙 这个他都不是主要的 这个中国的主流 成不了主流宗教嘛 到家了也好了 他没有一个基督教在这个 欧洲那样的地位啊 那这中国这边盖房子都是劳民伤财 在欧洲那边盖教堂能盖几百年呢 所以对这个这个建筑技术的发展 非常有有有有有有有意 然后呢这个建筑技术呢 是个综合的技术 对科技发展也有意 然后就是战争 我们打中国人打仗 要不然是报仇 要不然是抢东西 这个这个价值就比较低 没有宗教战争 没有为了信仰而战的战争 或者说没有为了宗教信仰而战的战争 没有为了保卫神而战的战争 欧洲有 所以 人家这个打仗这个非常重要啊 所以他的武器就会就会随着发展 价值高吗 当然了顺便提一句啊 欧洲人发展那些武器 也都是为了杀欧洲人的 这个是大中国大一统的坏处啊 咱们一旦成了大一统以后 都是中国人之后 我们这个这个 相互残杀的这个这个程度就低了很多 你想想也知道吗 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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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就看希特勒这就就明白了吗 殖民地的杀这些人用不着飞机打炮吗 就更不用说原子弹了 发明这个飞机打炮 发明机枪 发明坦克 这都是为了杀欧洲人 当然了最后这个最后这个鬼子吃了两个原子弹那那也是鬼子自己活该 那原子弹 如果要是啊 没有鬼子在这插一脚的话 这原子弹也轮不着鬼子 用不着吗 所以所以中国在中国的这个科技的地位非常之低啊 低到什么程度啊 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令人发指的地位 春秋战国的时候 这这些人都是一样的 这些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子 这些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子 鲁班姓公叔 这个我们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当时鲁班的地位很高的 你你你你到各个国各个州游列国你给各个国家出主意 像像像这个呃大家一说就是苏秦张仪都是这些人 鲁班当时帮人家解决具体问题 哎你你只是说话 只是只是这个这个这个耍嘴皮子能有多少用处 你打起来的时候还是需要武器的 还是需要各种装备各种设备 你工程也好 你你你这个掠地也好 这个鲁班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后来的儒家呢 他就他就不记载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说这个李约瑟这个问题啊 当他问出来的时候 这个答案就已经有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不问这个问题啊 或者中国知识分子不问这个问题啊 可是为什么李约瑟问这个问题呢 李约瑟写了中国科技史啊 当然了 李约瑟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原书不叫中国科技史 叫这个中国的科技 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应该这样 如果是如果要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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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就怎么说呢 呃 就是按文字翻译的话 但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 不写 中国科技史 结果呢 李约瑟这本书 虽然书名里边没有历史这个字 没有史这个字 但是呢 到了中国呢 就成了独一无二了 因此呢 翻译过来叫 中国科技史 或者中国科学技术史 大家想想看 在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 自己不写科技史 说明什么 说明科学没价值啊 说明科技文化 被文革了 科技人员 被打压了呀 被迫害了呀 那你出出什么 出什么伽利略 出了也没用 他不记载 他地位太低了 伽利略在梵蒂冈的地位很高的 不仅仅是衣食无忧 他的政治地位很高的 现在你看这些人能见 教皇一面 这这这都是三生有幸啊 对对对西方人来说 加利略跟那个教皇 是经常经常是这个这个这个 经常见面的 他的好朋友 那个一起讨论问题的 哎呀 又说这么几分钟了 哎呀 再开一个 再开发